今天准备介绍的二细组炆豆腐 材料有什么呢? 有些虾干,有些是鱼肚,三粒带子,一尊豆腐 还有海参,之前浸泡了的海参,还有鲜老笋,干葱,蒜肉 先煎豆腐 先放入锅中,加少许盐 放入豆腐之后 先放入锅中,先煎一下 先煎一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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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让豆腐煎得均匀 也要煎一下 要煎到金黄色 差不多了 搅拌均匀 剩下豆腐 剩下豆腐 加入少许油 把虾干放入烤箱 把虾干爆香 加入少许姜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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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放些干葱 加入少许蒜 把蒜放入烤箱 加入少许姜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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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量半茶匙 还有1汤匙 加入酥油醬和酥油醬 倒入烧烤酒 鸡肉炒香 加入小火 慢慢炒香 大火,浸泡的虾干时有点水,不过不要浸泡,底部有沙 把鱼肠放进去 还有海参,已经炆了5分钟了 要留意一下鱼肠够不够腍,如果不够腍的话 就要加点水,再炆煮一下 这个时候,我会把豆子炆煮 要加一点水,倒入半碗水 这个时候,要加一点糖,大概半茶匙 我会把豆子炆煮了 分量就够了,调味 待会浸泡的时候,要试一试味 看看味道够不够,咸甜适不适合 因为它收了水之后 和现在未收水的味道是烙的 所以大家一定要试一试 好了,差不多了 在这个时候,我们就要把鲜露笋放进去 鲜露笋放进去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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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再加一些鲜露笋放进去 再加多一点水 再加多一点水 还有,还有,将带子,酸带子 加入鲜露笋放进去 再加入萝卜浆 放入1茶匙豆腐液 淋味放入少许油 放葱花 面固少许油 强调少许油 尝一下味道 如觉得可行的就不用加 你觉得咸味不够的就加少许生抽 佐料糖不够就多许油 最好 再見